音乐和舞蹈杂柔戏剧 一场场艺术饗宴 观众看得乐不可知 不过在优扬乐曲和幽默桥段的背后 上演的是表演者真实的悲惨童年 像阿克特这样 从小被乌干达反抗军绑架的儿童 高达两万五千人 回首1990到2000年初期 乌干达军事强人科尼 一手打造反政府军队 绑架平民将南童训练成同军 女童则成了慰安妇 如今战争结束 却留下无法抹平的伤痕 一群前童兵 号召曾经遭到俘虏的人 组成合唱团 他们要用音乐和舞蹈疗伤 战争结束后 这些童兵也长大成人返家工作 虽然亲人已经不在 他们希望透过音乐和舞蹈 要抛开阴影 重新适应新生活 《大爱新闻》周博县编辑